原标题,70多万没买到大奔,销售员也跑了。 南京市民和先生在位于江宁的万邦奔驰4S店签订了一份购车协议,可是没想到,三个月过去了,他已支付73万多元,却根本提不了车,而且也退不了钱,这事为时要呢? 当现代快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,发现这装骗局疑点多多,警方准备已涉嫌合同诈骗对4S店一名前员工立案调查。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孙宇春文社,消费者投诉,买车花出去73,5万元,却连车影都没见到。 现代快报记者在10月9日见到了何先生,今年7月初何先生准备购买一辆奔驰,购320,找到位于江宁双龙大到186号的南京万邦奔驰4S店。 跟我接洽的是该店销售员周某和吕某车价商谈为73万元,何先生提供的销售合同潜事,这第一份合同签订于7月6日,当时何先生交了1万元,包括车款定金5000元,装潢定金5000元,公司开具了收据。 按照何先生的说法,对方承诺7月10日在交完余款后就可以提车,结果7月10日和12日,他和朋友再次到4S店,被4S店要求交纳20万元现金,他分两次各取了7万和12万元给对方,加上定金达到20万。 当时重签了一份销售合同,车价降为70万元,约定7月25日提车。 7月25日,万邦销售周某告知何以来提车,结果因车辆有划痕。 周某向万邦奔驰4S店负责人申请,想以更高档的够400奔驰车作为赔偿,重新补签合同,价格为69万元,交付时间为8月6日。 何先生告诉记者,结果到了8月7日,又通知我到4S店刷卡提车。 当天下午,我在4S店三楼财务市刷卡145,792元。 8月11日下午,又在4S店一楼财务市刷卡33万元。 8月18日,按照何先生的说法,他再次把6万元付给万邦销售周某,是作为车辆购置水,但。 此后,车辆一直无法提取。 到9月13日,提车无望。 何先生称,他和万邦奔驰4S店签订赔偿协议。 4S店自愿赔偿其购车损失7万5千元,加油卡一张15000元。 在9月20日前连同已复购车款将82,5万元退给何先生,但何先生一直没有拿到退款。 后来,周某又与何先生重签一份协议。 这次将奔驰购400车价降为60万元。 4S店回应,涉事销售员已经离职,店家也是受害者。 花了这腰多钱,怎腰会提不到车? 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,何先生一直在找4S店,但是他发现周某已经离职,而店方表示只收到了最初交的1万元。 其他的钱并没有作为何先生的购车款进入4S店财务。 该店一名销售经理明确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只有7月6日的协议是真实有效的。 他还叫来销售员吕某,经确认7月6日签订协议时,一共有吕某。 吕某的同事周某和先生及其朋友王先生在场,但周某没有签字,销售代表只有吕某一人。 此外,协议上还有销售经理以及劳总的确认签字。 此后,由于店方没有收到剩余款项,所以这份协议还没有正式履行。 对何先生手里的其他几份协议4S店表示,根本就没有见过销售员一开始是吕某不可能换成周某,而后面的三份购车协议和一份赔偿协议都有周某而无吕某的签字。 据店方称,其实周某已经在7月份从公司离职。 记者询问万邦奔驰4S店客服张经理,对方没有说出具体离职的时间,而之所以没有让周某来接这单生意。 据该4S店销售经理称,那是因为周某当时就在停职代查阶段。 他手脚不干净,已经被我们发现了,而且还有一点,其他几份协议,有一份销售合同和那份赔偿协议,实用的是公司公张,而不是第一份真实合同上的合同专用张。 另外两份销售合同,实用的张自己模糊不清,有故意遮挡痕迹,是不是涉嫌克制假张? 公司方面称已经报警,张肯定不。 是真的。 因此,现在何先生找4S店要提车,他们觉得很无奈,因为何先生描述的一些过程,他们觉得不太可能。 包括在周某离职后的8-9月份,何先生称还和周某在店内签订协议,甚至周某还穿着工作制服,佩戴工作牌,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1. 刷4S店 POS机付款如何解释,电方称是带别人支付? 记者拨打周某手机已无法接通,在何先生朋友提供的一段录音中,据称是周某本人在通话中称,他希望事情不要闹大,他的确是拿购车款去补自己的窟窿。 不想因小失大,承担刑事责任,他会在最短时间处理此事。 4S店表示,将奔驰购320改为购400,价格还低,是不可能的,后续合同漏洞大,奔驰购400售价90多万,镇摇可能60多万卖掉。 如果是周某计的骗局,为何能骗到何先生呢? 记者发现,25万元现金,何先生称是在4S店会客室等处交给周某的,周某自称拿去交给了财务,但何先生在4S店刷卡两笔共47,5万用的是4S店的POS机,是公司账号。 又如何解释?4S店表示,刷卡有何先生签字确认,是帮另外一名购车人贷付车款的,他们有证据会提供给警方,也许周某之前跟何先生认识,可能有些情况要进一步核实。 对此何先生表示,自己是要买车的,所有协议都在4S店签订,希望警方要监控证实。 至于刷卡变成贷别人付款,他不认识那个被贷付的人,至今4S店方面连对方名字都没告知。 警方,当事人涉嫌合同诈骗,将被追逃。 据江宁公安分局岔路口派出所一名副所长介绍,此事警方早已介入并组织了多次调解,可是双方分析太大,是不可能调解了。 警方决定对此事立案,周某涉嫌合同诈骗,将被追逃。 在立案之后,警方表示,如果何先生认为4S店对其损失有责任,那要可以向法院提交相应的证据,立即进行起诉。 也可以等到此案有了眉目之后,再进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。 责任编辑贵墙 责任编辑贵墙